Hello,大家好,如果你的Windows资料夾跟我一样突然出现黑框的话,该怎么处理呢? 首先我们先在黑框的资料夾上按下右键,内容,选择自定页面,按下变更图示,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示选项已经不在正常的资料夾选项上,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最左下角的还原成预设值, 然后按套用,再按确定,那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黑框的问题 我们再试试看其他两个出现黑框的资料夾 OK,那我们就完成了去除黑框资料夾的问题了